刘能辉一起打篮球 对于弟弟的死 他无法理解 在周围邻居的眼中 刘能辉又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 刘远华认为 虽然儿子性格有点内向 但他有什么事情 还是会和他们沟通的 那么刘能辉为何要自杀呢 刘远华教育孩子 会不会有一些暴力的情况呢 从刘远华公友那块了解到的情况 刘远华夫妇平时的感情挺好的 大家也没听说 他们有打骂孩子的行为 那么刘能辉这次 为什么会有如此突然 让大家意外的举动 是不是在出事的那天下午 刘远华听说刘能辉 没有去上学旷课了 在和孩子见面之后 有什么过激的言辞 或者是过激的行为呢 刘远华说 那天下午见到儿子后 他并没有责怪儿子 为什么没去上学 只是简单问了一下 没去上学的原因 刘远华说 以前孩子也有没去上学的经历 但在他找到学校沟通之后 儿子第二天就去上课了 这次儿子的情绪并没有异常 因此他也没太注意孩子的举动 在此之前 孩子从来没有流露过 他亲身的对面 没有 没有 出事之前 他心情怎么样 他跟平时一样 一个14岁的孩子自杀了 自杀之前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刘远华夫妇觉得 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他们就开始四处走访 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甚至于还找到了很多刘能辉的同学了解情况 但是都没有有效的信息 后来刘远华就想到 儿子经常在QQ上聊天